歡迎收看TBS新聞大百話 我是王淺秋 首先介紹這一期 加入我們一起討論史詩的來賓 第一位是東華大學教授 施政峰老師 大家好 前長東府副民部長羅志強 大家好 指審媒體人黃陽明 大家午安 整個性騷擾MeToo案子 當然從民黨中央開始爆發之後 連環的不管文化圈 戲劇圈 然後到了校園 然後政治圈幾乎是沒完沒了 那麼現在最新的是 前台北市長的參選人吳一農 他的父親吳乃德 在學界他對於學生 在2010年所發生的性騷擾案 是有一位黃姓女大學生 出來他所自己自成的一個內容說 當時在車子裡 這位老師是對他牽手 把手貼在臉頰 甚至親吻 讓他撒住 一般年輕女生都不知道該怎麼辦 接下來造成他一輩子非常大的心理的 一個傷害跟創痛 那麼現在吳乃德已經公開說道歉 他表示對於所造成的折磨 層次對當事人道歉 他表示自己已經失去了社會信任 也是成為一個不受社會信任的人 所以不應該參與公共事務 將會退出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出境會 從此就退出這個公共論壇的圈子就對了 兒子吳亦農也代表父親出來道歉 他說對爸爸犯的錯 跟受傷的人說對不起 那麼這個時候家裡的痛心 我可以想像無法以文字形容 所以爆出來這麼多的醜聞 全家人都引以為戒 那麼不只如此 連外交圈一二再再二三又有一件出來了 這個是在駐菲大使徐沛勇 他所發生的一個被菲律賓籍的女秘書 控訴的案子 他說當時當年就已經多次的檢舉 結果石城大海 前駐菲律賓大使 這個女秘書說 除了創傷沒有任何語言 可以形容這種記憶 現在每天這麼早醒來的時候 還會哭泣著醒來 想必這個性騷擾的過程 可能也不是一天兩天 而是一個長期造成的傷害 所以當他四月份這位駐菲大使 榮耀般的退職的時候 榮調回國 還錫開三十株風風光光的時候 四月知道的新少人案的外交部 卻把這個案子隱匿下來嗎 那麼到了現在六月爆出來了 他才說本案其實已經在進行調查中 只是把他從菲律賓調職回國的概念 不過當然當事人徐沛勇仍然是否認的 他說否認 他還想說要對爆料者提告 又來了又是這個舉證的困難 然後對菲律賓級的這位女秘書 也要繼續用法律 然後讓當事人感到害怕 以至於影響後面的結果嗎 當然還有蘭祖衛 文化部的案子也是一樣 同樣被當事人所爆料出來 他說國影中心董事長 蘭祖衛也有一些性騷擾 那他自己立刻就辭職了 他說還不想要成為政治炮灰 以後也不會再做這些相關公共事務的參與 但是綠營說也撿到槍 好不容易一大堆的案子都在民進黨中央 或公家機關的政府部門裡頭 現在因為中佩軍議員 控訴了朱雪恒朱大的強吻跟性騷擾之後 民進黨好多人藍勾勾都跑去 他臉書聲援 好像幸災樂禍嗎 還是很開心嗎 就是說沒有人有權利這樣對你 這是當然的 可是這些支持的聲音 其實在民進黨的當事人 受到傷害的時候 也應該有一樣強烈的 這樣的支持力道才對 那麼因此連徐曉星都收到了一些花 來諷刺他說 反正你明天也不會記得這些花籃 所以他很生氣 他還怒報案要追究 因為畢竟跟他們有關係 又不是他有性騷擾案 而他也譴責了相關的行為 所以這個案子陳建仁 連院長都要拿出來講 他說接下來 一立法院一開議就要送信平三法 過去曾經被民進黨的立委們 所擋下來的性騷擾防治法 相關的條文 現在燒起來了 所以行政院院長陳建仁說 下會期一開議就要送立法院 希望黨團不管朝野都能夠支持 而林非凡 大家沒有忘記整個案件的起源 就來自於民進黨中央 第一起由林非凡擔任 擔任這個副民進黨期間 當時的所謂有沒有吃案 把案子給壓下來 第一波所謂民進黨內部的調查出爐了 許家田疏失是確認的 但是林非凡符合規定 無事安全下庄 就是說他並沒有透露細節 表示說當事人沒有意願 只有申訴程序 所以林非凡不知情 所以跟黨中央所有的規定 沒有違背 就他沒有吃案 因為雖然黨中央話講得很重 只要有吃案就一定開除 問題是但是調查過來 調查結果一出來 全部都沒有吃案 所以當然就全部不用開除 那查無不法 小英男孩賴清德動不了 全黨就一人 這個是網友們的討論 好那新少人案結束了嗎 當然李政浩本來由賴清德自己親自想要把他 李政浩也退選 提名的人選一個個都中箭落馬 下一個會處理林非凡嗎 他都沒有回應 只會說謝謝 那有一個分析報導是說 其實整個案情是幾乎是一夜生變 賴清德是棄李政浩保林非凡 當然民進黨刺客還有苗博雅 還有雞排妹也還沒有出局 賴清德拍板確定是太陽華領袖 唯一的一根剩下來的稻苗 不能夠倒 強力要培養林非凡 周玉寇很難得 這一次是特別對於整個世界人 一開始就對於站在姓平的立場 批評民進黨叫做低標黨 女同事被侵入到民進黨做了什麼呢 林虛 林非凡有尋防嗎 什麼尋防概念 就是她看不懂民進黨中央官齊門 來所做的所謂黨內調查報告 如果按照民進黨的標準 當官的哪個只要照本宣科 怕是從就符合規定的話 那要怎麼價值取勝 什麼價值感人 價值潛應的民進黨是什麼 所以就是一個低標黨 這個報告可以保證 林非凡被提名為立委候選人的話 就問說賴清德過去當醫生的時候 強調視病如親 面對親騷擾的女同事 林非凡有尋防嗎 有阻止被害女同事繼續被加害嗎 甚至被斥案的過程中 繼續被霸凌嗎 有沒有 如果沒有的話 為什麼這個調查報告都輕輕放過 各個階層裡面 尤其民進黨的第一案 最後也是確定輕輕放下了 翔哥 首先我先從吳怡農他父親 吳乃德的事情開始說 你看這個受害者 他隱忍了13年 13年是多長的時間 可是他這是一直放在心裡面 直到這一波MeToo風暴開始之後 他才願意把這心理東西拿出來 你就可以看到為什麼這個性騷擾案 這個會讓受害人 他必須隱忍這麼久 因為性騷擾案很多時候發生的地方 是非常隱秘的 所以基本上你要舉證也很困難 如果我沒有看錯 就先看到就說現在那麼多 那麼多性騷擾案 當然你就發現藍綠白都有 都有 這是事實 那在朱玄性騷擾中佩軍的這件事曝光之後 你會發現民進黨好像撿到槍一樣 活過來有沒有看到 不得了 就全部開始去聲援中佩軍 然後開始好像說一副就是 你的國民黨如何如何如何 可是我要跟大家講一個 講一個關鍵中的關鍵 因為在性騷擾案當中 其實只有加害人跟被害人的 兩個角色而已 他沒有藍綠白這種顏色 當然 對 那在朱玄跟中佩軍的案子 朱玄是加害人 中佩軍是被害人 不管我們有沒有上過他的節目 跟他是不是朋友 但是對於加害人就是譴責 他就必須面臨法律的制裁或責任 對於所謂的被害人 我們就是要站在他這一邊 我也要謝謝中佩軍的勇氣 能站出來說這些事情 這是最基本的分野 你看現在所有人基本上都是這個態度 好 來了 我只問你林飛凡是這種態度嗎 林飛凡是嗎 先從遠的開始講 陳維庭襲凶案的時候 一字排開 所有民進黨人護航陳維庭的東西 要我複習給大家聽嗎 林飛凡講說陳維庭不是玩人 他還欣賞 肯定陳維庭面對問題的勇氣 不理被害人的心情 他沒有聲援被害人 他在掩護加害人 今天蔡英文也當時還講了一句名言 不要讓陳維庭的傷痕太深 他也在護航陳維庭 他也在踐踏被害人 王丹更可惡 他講的是什麼 不好色才是人格缺陷 他直接跳邊到加害人這邊說 你們這些不要講被害人 你們這些沒有有性騷擾行為的人 才是奇怪的人 合理化性騷擾過程 那是遠的近的 你直接講現在 民進黨的問題不是性騷擾而已 是性騷擾吃案 許家田講什麼 他說你為什麼不跳車 你為什麼不大叫 他不但踐踏傷害被害人 他護航了加害人 然後蔡慕林最可惡 還直接歸咎於他說 是你把人家火燒起來 門他當然要撞開 他有一句更難聽的話 我是說不出口 抱歉說不出口 他還逼著被害人跟加害人道歉 那我跟他 你一進來你到底在嗨什麼 你見列欣喜什麼 性騷擾藍綠白都有 我們要面對都要承認 那這當然有結構性的問題 可是今天關鍵 你面對性騷擾的心態 跟態度跟你的做法 你就吃案吃案再吃案 護航護航再護航 你才會今天找 你今天風火滿地到處燒以外 你會發現說民進黨 現在好像今天一直在找藍的有問題 白的有問題 媒體的有問題 然後到處撿到槍一樣 我沒有認為你撿到任何槍 因為所有被打出來的 第一件事道歉 然後社會開始譴責他 接下來面對法律的責難 但是即便有限是他的朋友 也不會站出來護航他 更不要講國民黨也沒有站出來吃案 所以拜託民進黨 你今天還有一點 我要幫徐曉星講一句話 你現在所有人在檢討徐曉星 這莫名其妙跟你講 關徐曉星什麼事 吳英龍的爸爸出事情 我先跟大家講 我不認為吳英龍有問題 那他爸爸的事情關他什麼事情 他今天出來為他復興道歉 那是他基於父子之情 同樣的今天朱學恆跟中佩軍 關徐曉星什麼事情 你現在所有人在檢討徐曉星 甚至上面留言 每個都是性騷擾徐曉星 我直接講 都構成性騷擾 那你民進黨或民進黨車影 到底在撿到什麼槍 你在開心什麼 楊明這事件從一開始發生到現在 就在問那到底林非凡怎麼處理 最後黨中央決定 沒事這樣就過了 林非凡在他的臉書上面 他講了 他說還原當時 因為許家田跟他報告的時候 他給了三點指示 什麼 第一個 當事人願意要協助當事人申訴 第二個 當事人如果有法律的話 法律的需求要提供法律協助 第三個 要停止跟廠商合作 好 注意了 他知道是外面的廠商 林非凡在這篇文章裡面露線 他上個禮拜說我不知道細節 他這禮拜說 他說還原我知道是這個廠商 那問題就來了 他在這篇文章裡面 他沒有講時間 他沒有講這個 他跟許家田對話的時間點在哪裡 可是他說許家田回應他說 第一個當事人他沒有要申訴 然後第二個 我們停止跟廠商的合作 好 注意他講到 拍攝的宣傳影片不會採用 就表示他不是用廠商 那個原句是那個導演 輝哥 他們知道是誰 他知道加害人是誰 可是他上禮拜說細節他不清楚 注意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為什麼 因為林非凡沒有講這個 還原當時的日期是哪一天 大家還不知道對不對 還不知道沒有 還有一個很重要 他這個事情發生在9月初 如果申訴按照婦女部的前黨工 他受害人他說的就是被性騷擾沒多久 沒幾天他就去申訴 去年的9月 對 那如果是9月上旬 9月22號這個輝哥還去出席 陳時中的座談會 你林非凡你副秘書長已經下令了 我停止合作 這個人應該列入黑名單了 你9月22號你陳時中敬拜還要他 那你黨中央是怎麼回事 這個人已經升了狼爪了 你這個民進黨還要跟這個人合作 我說所以第一個就是時間點 林非凡要講清楚 如果今天是在9月22號以後 你才能拖這個身 這件事情你沒事 把它講清楚 你以為你是知道 是導演 是輝哥的 你知道 在這篇文章裡面你漏了線了 第二個 他說因為性騷擾的制度 他說他曾經想過 是不是應該直接跟這個員工 對談一下 確認一下他要不要申訴 然後他說但是依照規定 就是他又不是性騷擾的委員 又不是申訴委員又不是什麼的 我沒有權利這樣做 否則會陷入上對下的職權的有關 他說他怕 變成他用職權去干預你的意願 這件事情大家記不記得 我們一開始討論是什麼 你沒有接住他 結果你現在說 我沒有接住是因為制度設計的 推得一竿二竿 我是故意的 我想過 但我不接他 那這叫惡意 所以我覺得林非凡 你的邏輯要不要順一下 他越寫越多的動 這可說謊 到底是說在哪個地方 沒有 當然我覺得 我覺得關鍵就是 如果今天是有關係就沒關係 林非凡是總統的愛將 是賴神期待的大將 是他們接下來選舉的戰將 好 有關係就沒關係 那當然沒關係 那當然就是這個事情 這個調查就不是完真的 就只是要把它收掉 林非凡沒事 反正許家庭已經請辭了 我們損失一個負密 夠了 這個畫了一條所謂的損失的紅線 到此為止 那林非凡繼續去佔他的立委 那我當然 我覺得我樂觀其成 我相信強哥 相信洪威姐 他們都樂觀其成 因為你知道 昨天我跟洪威姐上節目 他不希望換人 他說林非凡繼續選 這個情節還好 你就繼續選 為什麼 這個案子會一路如影隨行 跟著林非凡到明年1月13號 每天打 每天 你知道上個禮拜 就前幾天 上個禮拜天是 受害黨工的大學畢業典禮 然後他在一位民進黨 他年紀真的很輕 他在一位民進黨的立委的 臉書裡面寫說 留言公開的 他說我畢業典禮 我哭到沒有辦法去 真的 他沒有辦法去參加 他自己的畢業典禮 你要知道 這一位受害的黨工 他的身心狀況 是因為你而受創的 我覺得林非凡繼續選 你要為這件事情 負起全部責任 你看那個女大學生 人生還很長 但他現在一起步所受到的傷害 影響他一輩子 接下來的人生 但是民進黨沒關係 林非凡 連終於扣都看不過去 這個調查報告 這就準過去就算了 我先講說 因為陳建仁講說要立法院 開要修 修法 其實這也未必是叫 姓平坦白講 這是一個權力不對稱關係 老闆跟員工 上司跟下屬 然後師長跟學徵 然後金主 所以他不只是 當然男女 一般來講是男 但我必須要提醒 有時候是男男 女女 少數也會有女男 對我個人來講 經過50年來講 我還會有噩夢 我只能這樣講到這裡而已 因為小時候你不知道那些東西 OK 好 我還講說 許家庭其實是很壞 就是說我們有加害者受害者 旁觀者你怎麼忍心 然後你是幫兇 而且你應該是要保護 你的下屬才對 你是為了 就是只是為了你的權位而已 因為他們這些所謂的 機要是在 我只要嚇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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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嚇 然後腦袋腳騎腳就是我的 就是這個樣子 我覺得這是壞到極點 應該要切副 我坦白講 好 第二個我講一下吳藝農 剛才我們羅伯爺 提到說吳藝農這樣 我覺得他這樣講的事情 其實是不痛不癢 他是痛心而已 是羞愧 好嗎 你做這件事情的知道就是 你的太太 你的小孩 出了社會 人家會跟你直直連連 是跟你會吐口水的 OK 他說以你為戒 才以你為戒而已嗎 你都 我就不曉得他的用字 到底是怎麼樣子 OK 所以我會覺得說 而且他在做的是做 轉型正義民主化的這些人 他是我們的大哥大 台派的 綠營的大哥大 政治學大哥大 然後他可以在掛那些官皇 官皇的時候 然後他還有一些霸權等等 這些東西他怎麼可以做得下去 而且他還可以推脫 這是歐美嗎 你應該在歐美 你在芝加哥 人家也應該知道說歐美 人家的男女之間的分跡 到底是怎麼樣 是很清楚的好嗎 你不要騙 你兩個人在車內都不太對的 你主動找一個女生去吃飯 都不對的 但要有人做賠才可以的 連這個分跡都不懂 OK 我只是要講說 有些人就是說 他的民主化都是掛在 民進黨他掛在就是取而代之而已 OK 我人多 然後我就可以合理化我的做法 然後還有很多那些東西 那些霸權 學術裡面的那些霸權是 坦白講是不堪在這裡講出來的 好嗎 然後我還是講一下就是說 他們家的發跡 我是講我們是台中人好嗎 戰後那些發跡到底是怎麼樣 我是講家教是很重要的 祖宗八代 不要三代你就可以看出來 有怎麼樣的那些做法 然後兒子 孫子就會做出來 好 所以民進黨雖然強力宣誓 對於性騷擾內部施案 一定會延辦加以處理 就調查報告出爐了 沒事 相關的人沒有人開除 沒人有事 事情就要準備準備過去了嗎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